今天为各位观众朋友介绍的是一个课便户 那两户打通的一个双拼户 总共的实际屏数大概有60屏 屋主他很喜欢我们的北欧风 以及美式风格的这个设计跟装潢 所以今天观众朋友可以看到 北欧风的元素以及美式的一些线板 还有屋主他想要的一些色彩上的搭配 那怎么样把它融入在这个房子里面 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因为之前屋主已经做过一些课便了 所以在格局上面还是有做一些微调对不对 对 就是我们一开始协助客户做课便 那玄关的尺度我们特别把它放大 因为小朋友他可能需要一些空间摆放脚踏车 那我们特地在玄关做一个落层区 我们用了斑驳的复古砖 让它整个空间看起来更大方 我很喜欢这个砖的颜色 真的很漂亮 然后看起来的感觉很舒服 我们在两侧增加了很多的储藏空间 小朋友回来的时候就可以把书包放在那个地方 那我们特别在后面还有一个储藏的空间 把它隐藏起来做一个储藏室 小朋友还可以放一些运动的球类 运动器材在里面 因为这个是两户打通嘛 所以其实空间真的很大 因为我刚才到后面一看 我就觉得这个储藏空间真的非常大 可以藏好几个人在里面都没有 很舒服的一个空间 那既然我们的房子既然要重新规划 就是要配合屋主他的需求 把最棒的空间规划出来 之前你有说你说这个屋主他很喜欢 北欧风格 所以我一进来就看到一个这个木头的框拱 就把整个北欧风格带进来了 因为我们这个它是两户合并户码 那中间这个是分户墙的部分 所以它凉线的位置特别的低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为了要让它的凉线修饰掉 我们把北欧风格带进来 用贴木皮的方式 让它整个这个空间看起来非常的舒服 而且有一种很休闲放松的感觉 对不对 可是来到客厅我又发现 有一点点美式风格 因为我看到一些线板在这边 对因为屋主他很喜欢一些美式的线板 他也很喜欢北欧风 那我们就在思考怎么样把美式的风格 跟北欧风的风格融合在一起 我们煞费了不少苦心 那首先我们看到电视墙的部分 我们在电视墙的部分呢 用很素颜的美式线板去带它 让它整个往上发展 所以让这个客厅呢 整个包覆在美式线板里面 那不但有融合了北欧风的元素 还融合了美式线板元素 让客厅整个非常的舒服 是 其实我很喜欢你这个墙面 因为它有一点点像是一个景 有的时候你看我们从这边过来 这个景是非常漂亮的 而且我发现你里面还有坐隐藏式的冷气 对不对 然后旁边还有间接照明 所以在晚上的时候 就是如果开这个间接光的话 是非常relax 而且就是很轻松很放松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这一块我有一个错觉 就是我刚刚一进来的时候 我会往前走 所以这一大面的镜子 应该是女主人的需求是不是 对 这一面镜子呢就是瑜伽镜 那我们做了一些瑜伽 要我们压腿的一些这个撑感 那平常的时候 如果真的不想要这么的明亮的话 我们还有帘子 有沙帘 能够把瑜伽镜给拉起来 做一个隐藏 不但镜子能够反射光线 让空间放大 而且呢 再配合我们电视墙的这个景呢 你会觉得 哇 这个空间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大气 因为男主人说他希望有一间书房 对 那么刚才我进书房一看 我觉得这个空间很有趣味 因为你隔间就帮他做了 三种不一样的变化 对不对 主持人的花花还是一样那么的用心 我们在这个地方为了要有采光 而且男主人他书房阅读的时候 他不想要被干扰 所以我们就采用了毛玻璃 就是喷砂玻璃 那不但能够让光线透进去 然后让空间整个变得比较明亮 那也不会就被外面的东西所干扰 因为北欧风格就是有很多 很活泼的色彩 对 那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门片的造型 很好玩耶 是的 它这个推拉门的造型呢 上面的这些几何图形 就好像象征着 树叶的叶脉一样 所以我们整个推拉门 把它关起来的时候 整面就好像一片造型墙 一面生生不息 而且漂亮丰富的造型墙 OK 但是这个书房 它是书房也是琴房嘛 对 然后我看到你的这个书桌设置的很特别 我很喜欢这书桌耶 我们这书桌在当初在设置的时候呢 为了要符合屋主他要求 如果两个人一起用笔电的时候 所以我们把它的这个桌子变得比较宽一点 深度加深 那它又不喜欢有菱角的东西 所以我们让它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曲面的造型 让它整个书房一打开感觉会比较温润 不会那么的生硬 对 所以这边的整面的这个柜体是白色的 是 然后到这边就颜色比较深 是不是因为要配合钢琴的问题 对 因为屋主它的钢琴是有点胡桃木 浅胡桃木的颜色 所以我们特别用白色 搭上一些深木纹的颜色来做一个搭配 那上面有一些置物的空间 小朋友在弹钢琴的时候可以放琴谱啦 放计时器啦 放节拍器 收纳也是做得很充足了 那么因为刚才你跟我讲说 它们是课便的关系 所以有试出了一个非常大的餐厨区 其实我觉得这个尺度真的很大耶 对 我觉得这就是课便的好处 有时候我们陪着屋主他一起跟建设公司 经历过课便这一段的过程 我们可以知道怎么样能够帮屋主来节省经费 怎么样让建设公司他的规划能够更符合 更贴近屋主他的需求 就好像我们这个厨房一样 因为这户是两户打通的 所以我们有一户呢 它是厨房它是被取消的 所以我们就陪同屋主呢 跟建设公司协调怎么样把厨具两套把它并在一起 不但可以帮屋主省下一笔金贝 而且能够把厨房呢发挥得淋漓尽致 东西呢可以按照屋主他的要求去做设置以及配置 所以你真的帮屋主省很多钱耶 而且你 省超多哦 你在这个厨房的地砖也是做了不一样的造型 原本建设的地板呢搭配的是米黄色的磁砖 那你知道这个跟北欧风格完全格格不入 完全不行 对啊 所以我们就用了一些白色的磁砖当作基底 不但能够让空间放大 再加上一点点涂而其来 让整个空间更加舒服 那我们在厨房的外面呢 我们设计了一个联动的推拉门 不但可以隔绝油烟 而且我们用的玻璃呢 让它整个光线能够进去 不会感觉整个空间非常的压迫 是 所以一整个打开的话 就变成厨房跟餐厅 又变成一个很大的空间 对不对 而且其实有的时候 我有算过 就是我在家里 最常就是坐在厨房跟餐厅的部分 尤其是餐桌 那么一家人呢 也常常工作完就会在餐桌聊天 凝聚一整个人家的重心的地方 所以这个岛桌是女主人 她一开始的需要的吗 对 其实一个中岛吧台呢 大部分都是一个家里面女主人呢 她们的梦想 所以很多人都希望有一个中岛吧台 但是中岛吧台 我们怎么样跟餐桌做结合 怎么样跟厨房做结合 还有它的功能性就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在这个设计里面呢 因为女主人她非常喜欢做一些 糕点类的东西 所以她不但可以利用这个岛桌呢 跟家里面的小朋友有互动 而且它是一个开放式的环境 不但整个空间非常的舒服 而且它多功能性 我们在岛桌上面呢 配置了一个电桃炉 然后下面有收纳 那跟餐桌做结合的时候呢 旁边我们还有一个插座 它会很方便的使用 那再过来 这里我们配置了一个烤箱 烤箱呢 她在这里工作完了以后 东西放到烤箱去烤 她还可以跟小朋友互动 整个非常的从容 非常的优雅 所以动线是很流畅的 因为你都之前有精算过了 对不对 因为人家都说你是贴心老张 对 我们更贴心的还在后面 后面 对 我们不但做了一个黑板墙 能够让小朋友他留言 他喜欢想要吃的东西 或者今天要上什么才艺课 提醒爸爸妈妈要注意的事情 要交钱了 不但让这个空间是一个 全家人交流的一个空间 是 增加全家人的感情 所有的空间 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谢谢 我们都注意到了 是 爸爸妈妈小朋友 这才是一个家 是 因为你帮爸爸做了一个 很漂亮的书房 然后妈妈的导桌 对不对 然后小朋友的黑板 是不是还有一个空间 是专门给小朋友画画用的 没有错 因为小朋友画画的时候 他要用到全开的纸 所以我们在书桌上 我们加深 让他能够做了一个拉盘 让他能够把全开的纸 画纸把它放进去 我们小朋友在画画的时候 不会这张纸 折得乱七八糟 折得乱七八糟 一半翘起来 一半又被压着 对 这样很难有 非常好的创作 是 所以你都顾虑到 全家人每一个人的需求了 对不对 然后在公共空间 就是比较浅色系的 北欧风格 然后有木纹 对 然后还有一点点精致的 美式的线板 对 这个是工领域的部分 但私领域的部分 又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它的个人色彩 是比较强的 我们现在去看看 好 四领域的部分呢 就请Carol设计师帮我们介绍 其实有几间卧室 它的色彩是比较颜色 稍微亮一点点 那么我们先从主卧房开始介绍好了 主卧房我们走的是一个粉紫色的设计 那这个设计是女屋主喜欢的设计 那尤其它有特别 跟我们特别强调 它有所谓收纳的需求 所以我们在床头的后面 帮它做了一整座的收纳柜 那收纳柜上半部的部分 是有门片的地方 那它里面就是可以 放一些备品 或者是衣服不常用的东西 那床头上面呢 我们有做一个开放柜 那它在睡前啊 就可以随手放置一些 比如说它的眼睛 或是它的睡前毒物 床头后面呢 就是床头背板后面的地方 我们也利用空间 帮它做了一个下线的收纳柜 那如果它要用的话 它只要把它的床架移开 把那个柜子打开 它就可以使用后面机灵的空间这样 而且你还特别帮男女屋主 设置了一个衣物的放置位置 对啊 就是我们在刚刚主卧床尾的地方 我们有设置一个衣柜 它是男主人专用的衣柜 那另外女主人 我们有帮她做一个更衣室的空间 更衣室的部分呢 我们就是设计了一个L型的收纳衣柜 那旁边结合了梳妆台 然后在那个空间再放置一个小单椅 这样子就是女主人一个个人休息的空间 OK 这是充满浪漫氛围的粉紫色的主卧房 对不对 然后接下还有两间是小孩房 颜色就是很活泼了 对 女孩房呢 我们走的是绿色色系 因为小女生喜欢绿色 那因为她还有配另外一间画室的水 所以她的房间的屏数比较小一点点 但是虽然她房间屏数小 收纳也是很充足 是 所以这个是女孩房 那另外一间是迪迪的房间对不对 对 另外一间迪迪的房间 我们就是用蓝色 那这个色系也是小男生喜欢的颜色 那因为蓝色是比较清爽的颜色 所以我们在床头的地方 也是帮她做了一个白色的造型墙 搭配浅色的木皮 那因为小男生他也喜欢玩乐高 我们就在床尾的地方 帮她设计了一个可以展示乐高的柜子 就等于是这个弟弟的小天地了 对不对 把所有的宝贝玩具都放在上面展示 自己看就会很开心 对 那还有一间是长青房对不对 我发现她的屏数不大 但是你们的收纳也是做得很充足 小青房的部分 我们在色系的使用上 使用的是淡黄色 那因为它屏数不大 淡黄色可以让空间看起来比较温暖一点 在床的部分 我们帮她设计一个架高的地板 那她在没有做客房使用的时候 她也可以在里面做收纳 那也是要考量到客人来居住的时候 有一些衣物收纳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进门床尾的地方 也帮她设计了一个衣柜 让客人来的时候 可以让她把她的衣物收纳在里面 完工之后呢 其实屋主他们非常的满意 因为你把他们所有喜欢的 需求的都完美呈现 所以老张 他们有写一张感谢卡给你 我现在要念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不要偷偷哭哦 好 从幸福空间节目看到张顺元设计师的案子 觉得清爽 自然的北欧风 看起来很舒服 于是开始咨询张设计师 虽然公司远在新北市 但张设计师团队 仍愿意下来为我们装潢新家 而且呢 经由你的巧手搭配起来 是如此的和谐美丽 比3D图还漂亮 是我们做梦都想不到的 而且装潢的价格平时高贵不贵 谢谢屋主他对我们云庭设计团队 100%的信任 那也确实这几年 虽然我们公司在台北 那因为我们设计公司 一直秉持着以人为出发点 那我们跟屋主的沟通呢 也越来越顺利 那所有中南部的case 我们确实增加了不少 那相信全台湾的观众朋友 只要需要我们云庭设计呢 我们都会到您府上来为您服务 我相信一定会圆您的梦 而且让您有一个美满而且漂亮的家 是 其实每一次来到老张的案子 我都还蛮开心的 而且因为整个氛围是很舒服的 谢谢 虽然我不是屋主 都能够感受到你的用心 谢谢你 想欣赏更多张顺渊 以及李勤佩设计师的作品 请上幸福空间网站搜寻